繫綸 долго滿漂亮的零 naught 其實因為常常有人問我你是拿起來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對我來講很難回答 這原因為什麼我想做這個作品 就說我對於身份或者包括文化的認同 文化人同我都有一些 很难去解释的一种感觉 因为它感觉好像是变得多属性了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我想做这个作品 就是因为觉得在新加坡 现在的新加坡 关于性别平等 或者是一些绝对的权威 这些事情有一些很窄意的诠释 或者是现象 然后我想谈一谈 趁这个机会谈一谈这些事情 我最多的灵感 当然还是从你跟我分享的很多 关于你想创作这次作品 不管是你提到的一些 你来自哪里 身份认同 权威跨性别这些议题 所以我好像 整理之后我觉得 在我创作的核心里面 这次想表达就是一种 好像被包裹一直在里面 一直在烧 一直在烧的某一种Energy 那我觉得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我们是在户外 那户外再加上有Live Performance 就是我也会在舞台上演出 所以我觉得 如何可以让这个Energy在舞台上 可以被放大 那可以感染到观众 我觉得这个是这次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 没有错 而且我觉得在世外演出里面 我们怎么把自己的舞蹈跟音乐 融入那个环境里面 让它显得自然 然后又有分量 好像可以跟这个环境 整个environment对话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是蛮有多了 尽管的 遍 我 让你 那么 首先 感谢观看